原子力學 那今天是我們講原子的最後一堂課 那希望大家慢慢對量子力學有一定的了解 就是說那你應該有什麼了解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你應該知道 兄弟的虧性長什麼樣子 然後你應該學會 兄弟的虧性試著告訴你什麼事 那如果你誤以為說 我們今天這個問題結束之後 你就可以終於脫離量子力學的話 那你就完全錯了 我們接下來三個問題有沒有 都是什麼? 都是量子力學的言託 所以 那他言託到可能你看不出來 他為什麼這個跟量子力學有關 因為今天之後的課程可能都很難 所以我試著 那課程很難的話對你們而言是什麼? 是保佑啊 是保佑啊 因為課程就難道很難的程度之後呢 他就沒有數學了 所以就只剩下胡說八道這樣 所以或許從今天開始之後 你就突然發現課程因為很難 所以就變簡單了 OK 那這時候你就知道為什麼力學很煩了 因為力學超簡單的 所以就可以出一堆有沒有東西就考大家 好吧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事實上 只要去解決一個謎團 那這個謎團呢 是 對就寫在 可愛的收寫筆記上這樣 對 那這謎團是這樣 你把周期表拿出來 那因為輕 跟嗨很變態 所以就被我拿掉了 對 那 你如果去看整個周期表的結構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 李娜甲如色法在這邊 形成一組 對不對 是1A組 然後再來是2A組 所以基本上 你金屬其實有兩 這叫行嗎 行 對 有兩個columns 那 再來的話呢 就是開始一堆很恐怖的 不知道這是幹嘛的 然後你大概應該也背不起來的 Transition Methods 然後接下來就是周期表的另外一邊 就是有6行 然後他們事實上是非金屬 然後最後這一行呢 還很高貴 所以就是不太跟別人反應 OK 所以 整個的架構是長這樣 你當然可以zoom into the detail and then you can take general chemistry 可是我們今天想要問的一個問題 是很單純的 就在這 整個周期表 如果把它抓出來的話 你就把所有的元素全部都拿掉 你就數數 你會發現 欸 它好像有一些什麼 內部的結構 就是 這是2 然後呢 這是6 然後 這是10 那 如果你的數學很厲害的話 就可以立刻怎樣 就可以立刻看出來說 欸 這些 就是 2 6 60 下一個是什麼 蛤 下一個是 14 所以大家是立刻看到了什麼 加4 是這樣嗎 你如果把2 60拿來除掉之後 就是 135 對不對 那所以它看起來像是奇數在乘2 所以數學系的同學如果這個看不出來的話 就可以去跳樓了 對 然後這是非常簡單的 2 6 10 14 OK 所以數學上來講它很簡單 可是我們要問的問題是難多了 我要問的問題是 欸 我們現在辛辛苦學 學到現在的 shoring equation 到底能不能解釋這個結構呢 你就是周期表 你這樣看它之後 欸 這裡有2行 這裡有6行 這裡中間有10行 事實上是 這 transition metal中間還有 transition metal的 transition metal 然後 通常還寫出來 那就是很恐怖對不對 然後你數一下總共有幾個 欸 14個 So What does that mean 很想要就是在周期表裡面 如果你要學細節的話 你要去學化學 可是如果你今天其實只是要去看 整個周期表的結構的話 你就要學物理就好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就是去 試著去瞭解 2、6、10、14 這一類的東西 這一類的所謂的 magic number 在周期表裡面的神奇的數字 到底能不能用shoring equation 來描述 那因為現在非常的早 所以我猜想大部分的同學 可能還沒有醒過來 所以我們來測試一下好了 就是 每個人都要舉手 就是你猜猜看 這個 可以用shoring equation解釋的 可能不能用shoring equation解釋的 大家來表決一下好了 OK 好 我根本其實不應該在上課前公布筆記 還有 這一整年教起來 失去了很多教學上的樂趣 來 覺得 這一個magic number 事實上是默默的 常在shoring equation裡面的同學 請舉手 好謝謝 覺得他沒有藏在shoring equation裡面的請舉手 兩位同學 好 太好了 那我們可不可以請這兩位同學 稍微發表一下 為什麼你不 你覺得他沒有在shoring equation裡面呢 另外同學比你聰明多了 他躲在你遙遠的地方 好 如果是no的話 你怎麼上課 如果是no的話 就不用上課了 OK 好 是這樣嗎 OK 那答案是no 所以 攝影機可以收起來 我們今天不用上課了 感謝同學的贊助 這樣 So This is actually something really really cute 我們如果今天很認真的去解shoring the equation 然後你把它解完之後 你會發現 呃 事實上解shoring the equation 並沒有辦法解釋 周期表 那因為這個消息實在是太壞又太重大了 所以一般 的 書上面 呃都默默的怎樣 都默默的把周期表的結構弄完 然後都沒有跟你講說 呃 呃 這其實不在shoring the equation裡面 好 所以 我們會從shoring the equation出發 然後去解他 然後就發現 呃哼 欸 這個不太對 然後最後還要加結構修正 然後最後呢 呃 呃 如果你上回來下堂課你就知道說 那這些magic number 到底到底背後代表了什麼 其實它背後代表的意義是非常非常的神奇 而且很巨大 好不好 所以 就記得一件事情就是 呃 對 事實上你從shoring the equation 呃沒有辦法直接解釋這些 呃神奇的數字 所以我們先寫下shoring the equation 對於 比如說像氫原子這樣的一個 東西 好了 希望你的 equation 是像左手邊是iH8 然後右手邊的話呢 現在因為我們是真的在解原子 所以你不能再把它近似成一圍了 所以它其實就有三項 所以不要忘記了 所以不要忘記了 這個事實上是 就是Laplace在 Cartesian coordinates 以下的結構 它還蠻單純的 它其實事實上就是 對x 為兩次 加上對y 為兩次 然後再加上什麼 對z 為兩次 然後宣發圍完之後呢 就是 事實上這一項就是我們所謂的 kinetic energy 就跟我上次有稍稍講一下下 那它的 potential energy 多少 它的 potential energy 基本上是電子跟子子之間的什麼 吸引力 那我們如果今天是假想說 它其實事實上是類氫原子核好了 所以它可能就是帶的電荷事實上是z1 而不是 而不是1而已 那如果是氫原子 z 反正就帶1 所以它其實是z1平方 除以4πf0 也是q平方除上4πf0 然後一個1 over r 然後電子 我們習慣性是把子子擺在原點 所以電子離子子的距離就是x平方加上y平方 加上z平方分之1 然後再乘上微方就是sine 好 那我們的go就是去解什麼 sine as a function of x, y, z, t ok 那你光用看的大概就可以知道 我們來念一下 通常就是說公式你怎麼樣可以對它有了解性 就是我們今天要找一個 波函數 這個波函數是x, y, z, t 的函數 哇 這立刻打敗你們現在微積分教的所有東西 它是4變數函數 所以你這輩子認識的4變數函數 嗯 不多很少 然後我們再來念一下sine the equation 就是說你在找的它應該滿足什麼特性呢 它基本上就是 它自己拿來對時間微分之後 要等於什麼 要等於它拿來對x為兩次 加上對y為兩次 加上對z為兩次 然後再怎樣 然後再加上呢 呃 自己再乘上一個奇怪的函數 就是開根號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分之1 那你光念完你就大概可以知道說 欸你已經記窮了 就是 以你們現在大部分的數學能力是完全沒有辦法這樣解 OK 那所以我們先做第一件事 就是它有4個變數 至少你到現在為止應該學到怎樣 要把t的這個dependence拿出來 就是quantum dynamics這麼寫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今天去看quantum dynamics of a stationary state 所以in general this is actually very complicated but then if we just look at a stationary state 然後它的能量呢 是像是等於h bar omega的話 那我想這個我們已經解過非常非常多次了 你就可以把sine x y z t寫成什麼 寫成phi x y z exponential 負 i omega t OK 所以這個是第一步 至少 不管potential多複雜 你只要去找stationate state 你就可以先把它解出來 那接下來是這個phi 這個phi滿足什麼 這個phi滿足這樣的一個equation 它是負的h bar平方 除上2m laplace phi OK 再減掉z1平方除上4pi epsilon 0 然後根號x平方加上y平方 加上z平方分子1 乘上phi就等於1phi OK 所以這個是這個stationary state 它滿足的解答是長這樣 那這樣還是蠻難的對不對 所以其實最困難的在這裡面 如果你今天要在cultation coordinate 你去把它解出來 事實上是個非常非常難的數學問題 因為那裡面有一個根號x平方加y平方 加z平方分子1 那所以我們其實接下來呢 就是一般我們會試著去瞭解的是 我們知道說酷仁作用力事實上是什麼 它是有球形對稱的 它只跟就是兩個距離之間有關 其實跟角度無關對不對 所以還好我們沒有考慮磁力 不然的話就很麻煩了 那所以在這樣一個狀況底下 其實事實上呢 我們如果引進另外一個概念 就spherical coordinate 球形坐標的話 會簡單很多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試著去理解的事情 就是r theta phi 那這個phi的話 我是寫草寫的phi 所以你可以跟那個wave function的phi 分別開來這樣 那spherical coordinate是這樣的 spherical coordinate呢 不難它只是在考驗教書的人畫圖的技巧 好 今天上課非常順利 很好 所以假設今天有一點 它是在card coordinate裡面是xyz 那你把它標出來 那你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去描述它 第一種是它的距離是r 然後呢它跟z軸夾一個角 那夾這個角呢叫theta角 然後它project到xy plane上面 跟x軸會夾另外一個角 這叫phi角 OK 所以你事實上呢 you can equivalently use r theta phi to pinpoint the location 所以在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用xyz跟r theta phi之間可以互換 那這個是非常方便的坐標的轉換 特別是那為什麼我們做這件事情 我們做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去看一下這個potential energy 你就知道說這一項前面是常數而已 這一項其實只跟什麼有關 只跟1 over r有關 它只跟r有關 所以你一旦轉到球級坐標之後 事實上你的potential energy就變得非常非常簡單 它只跟r有關 它跟seta phi無關 所以你就期待你的答案搞不好就是 可以像time一樣 somehow就是很神奇的 把seta phi的答案就寫出來 然後只要解r就好了 所以它就從什麼 一個四維的時空問題 先被畫成是一個三維的什麼空間問題 再被畫成是一維的問題 那一維的問題 你不會沒有關係 我沒有數學系的同學 你就問一下他他應該會 對不對 好 學術學系也好辛苦喔 他們要會很多東西這樣 好 那 是這樣的嗎 eterns out就是做你的千秋大夢 就是 轉動不是像你想的這麼簡單 那可是至少呢 我們可以試著去把r theta phi 跟xyz之間的關係寫下來 那一般我們是把xyz表成r theta phi 所以從這個圖你可以看得出來 x是等於什麼呢 我x呢事實上是什麼 是這一段對不對 那這一段事實上是首先 這一個的長度是r 它project下來之後是r sin theta 所以這一段的長度 事實上呢 是r在乘上sin theta 那如果你有空間上的困難的話 沒有關係我也有 你就多做幾次你就會了 然後r sin theta在project到x軸上 就是r sin theta cos phi 所以你就得到r sin theta cos phi 那y的話呢就一樣畫葫蘆 它是一樣的projection r sin theta 再乘上sin phi ok and then z is the easiest z就是r直接project上去 就變成是r cos theta ok 那這個是目前 在目前上面 在地球上面正常人類 最常用的球級坐標 所以我們的精度緯度 事實上也是這樣出來的 ok 那它有它的好處跟壞處 這我想大家應該知道 譬如說 北極跟南極就變成很特別的點 所以當你如果今天北極跟南極 本身在你的坐標系統裡面 就是特別的點的時候 你取這樣的一個球級坐標就是什麼 一個好的選擇 可是如果你今天就是圓滾滾的一顆彈珠 無論到哪去的話 你自己就要稍稍小心一下 你選了一個z軸有沒有 其實事實上在這個裡面 你從對稱性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z跟xy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xy本身是比較對稱的 如果你去看的話 那所以你因為已經凸顯出來 z的特別性喔 所以如果你問題本身 z沒有特別的特別性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你解出來的東西呢 其實 可能有一些你人為放進去的 奇特的特性 它不是真的 那對於一個氫原子來講 它又沒有在自轉 所以 所以它沒有特別的一個軸這樣 所以你要稍稍小心一下 那我們通常就是熟悉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還是要稍稍check一下 就是說這個到底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的一個重要的checking point 是你可以回去算一下 x平方加上y平方加上z平方 加起來等於多少呢 你可以知道大家都有r 所以平方完之後 r平方可以提出來 那x平方的話是sin平方θ cos平方φ 加上y平方的話呢 就是這個平方 所以是sin平方θ sin平方φ 然後最後的話呢 是z平方 z平方的話 就是cos平方θ 所以在這邊其實可以看得出來喔 這樣的一個球擊坐標的設計是很漂亮的 因為x平方加上y平方把它加在一起之後 sin平方翻 cos平方翻加在一起是1 所以這兩項加在一起 事實上就是sin平方θ 那sin平方θ 再加cos平方θ 又變多少 就是1 所以你最後整個解完之後 欸確實無誤 就是r平方 那如果其實你對代數上面 其實非常有興趣的話 你就可以回去自己去想一下 在n尾的空間x1x2一直到xn的話 球擊坐標要怎麼寫 它其實是用類似的一個想法跟精神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寫下來 好不好 好 那我沒有人球擊坐標之後呢 那你就很樂啊 對不對 你覺得說太好了 所以我們從事之後 就應該可以把它解出來了 欸 not quite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那在這個球擊坐標底下的話 你的potential energy is purified 對不對 你的potential energy 現在其實基本上 那 就只跟r有關 它其實事實上就是 負的 z1平方 除上 4pi f0 這是一個常數而已 乘上y over r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r的負一次方圍 是個power 那可是你的kinetic energy呢 你的kinetic energy 它事實上現在是個differential operator 所以它寫下來之後 應該是負的h bar 平方 3 2 m la plus 對不對 那我們之前知道 其實在cultation coordinate寫下來的時候 它還算簡單 它其實就是各個維度的兩次微分而已 那可是在這邊的話呢 在spherical coordinate 它會變成什麼 那我們當然可以知道 它應該跟r的微分有關啊 它應該跟c的微分有關啊 它應該跟phi的微分有關啊 那至於exactly是什麼樣的形式的話呢 就我把它 呃 留給好奇的同學去 去查這樣 為什麼 因為它遠遠超過本堂課的範圍 那所以就告訴你一件事情 就是說 沒有錯 你今天把 R 把原來的xyz轉換成r theta phi之後 呃 你的微能像變得很簡單 可是你的動能像就要付出 呃 還算慘痛的代價 那 可是因為它很好找到 所以你只要去找 Laplace 在spherical coordinate 要打進keyword 你就可以看到 so you can actually entertain yourself 就看一下說 诶 Kennifer Energy在 在整個球技坐標 會發生什麼事 那我們其實很容易去理解啦 因為在運動的時候 在cultation coordinate以下 X方向運動就是運動自己的 Y方向就是運動自己的 Z方向運動自己的 它相對的 因為它是線性的運動 是很單純的 你今天其實事實上 像在球技坐標裡面 R theta phi R就變成是鏡像的運動 對不對 Theta是什麼 Theta就是一種 呃 這一類的轉動 那phi的話就是 沿著Z軸的另外一種轉動 所以它其實就變得非常的困難 那為什麼會變得這麼困難呢 就是你要記得一件 非常簡單的事情 這是一個remote control 好 如果你今天先往這邊移動 再往這邊移動 它就到這 那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我如果先怎樣 這樣移動 再這樣移動 你會發現什麼 兩個狀態都一樣 我再表演一次 好 這樣子好了 先往這邊移動 再往這邊移動 它就跑到這來 對不對 那你如果逆過來 先往這邊移動 再往這邊移動 它就怎樣 還是一樣啊 那這個背後其實事實上有個非常漂亮的數學 在量子力學裡面 這個叫什麼 你知道嗎 這意思告訴你說 px跟py 事實上是什麼 是commute 好 就是在x方向的動量 跟在y方向的動量 是commute 那是互異的 就是 誰在前誰在後 沒有差別 翻譯成你可以講的一件事情就是 同時量準px跟同時量準py 是辦得到的 OK 那我們現在來做另外一件事 比較難一點 我很專心做 因為我常常做錯 現在是同樣的remote control 它上面有個紅點 你現在做一件事 你可以怎樣 先往後轉 OK 然後再怎樣 再譬如說讓它是 逆時針轉 好了 逆時針轉 麻煩給我放下來 它就變成這樣 OK 所以我是先往後轉 再逆時針轉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它變成在這 就紅點在這 我如今相反過來 我先怎樣 我先逆時針轉 逆時針是什麼 是這個方向轉 對不對 然後再怎樣 對不對 對不起 我剛才是 你看 果真就是會弄錯 我剛才是 先往後轉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 我要逆時針轉 知道嗎 因為物學啊 都逆時針轉 我逆時針轉 對 所以紅點在這 看到了沒 我再講一次喔 往後 然後逆時針轉 所以紅點在這 可是我如果今天 同樣從這出發 我先怎樣 逆時針轉 然後再怎樣 往後轉 欸 你會發現什麼 紅點在這了 所以事實上 兩個是不一樣的 NO NO 記得一件事情 我先 我先 往 後轉 好不好 然後再怎樣 逆時針轉 逆時針轉 可以看到嗎 可以喔 可以喔 好 然後我再怎樣 我先 逆時針轉 然後再往後轉 那一樣 這對我來講 是逆時針就好了 因為兩個operation 剛好是相反 也就是說 我剛剛做了兩個 Operation 是一模一樣 只是什麼 我先做A 再做B 另外一個是先做B 再做A 所以你們可以回家自己去 呃 玩玩看 然後你就發現 對轉動來講 它怎樣 它事實上是不互異的 意思就是說 沿著X軸的轉動 跟沿著Y軸的轉動 你先對X軸轉 再對Y軸轉 跟你先對Y軸轉 再對X軸轉 再對X軸轉 是不一樣的 你出來的結果 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就很恐怖 這告訴你一件事情 是什麼 X方向的Angular Momentum 跟Y方向的Angular Momentum 是什麼 是沒有辦法 同時被量準的 那你可以去對 譬如說 XY XZ 或YZ 你都會得到同樣的結果 所以 轉動 跟線性的移動 在量子力學裡面 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可能可以回想一下 我們上學期 在學轉動時候的一些噩夢 在牛頓力學裡面 它其實只是 技術上面的噩夢而已 在量子力學裡面 它們是有本質上的差異 OK 嗯 好 有什麼問題嗎 你們可以開始轉你們自己的手機 或筆記本 或 柱子類的東西 不能轉筆這樣 好 因為筆本身有走向對稱性 所以你看不太出來 嗯 好 所以在這邊 因為這個超出了 呃所有的結果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話 就是直接跟大家講一下 你如果直接算的話 就得出來的結果長什麼樣子 好不好 可是我還是鼓勵大家 其實可以回去 去 呃 真的試著把這個找出來這樣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直接把答案寫下來 來 那我們把答案寫下來之後發現很有趣的事情 我們需要三個discreet的quantum number 來label整個氫原子這樣 他們分別是nl跟ml ok 那光這件事情就很好玩 你或許會覺得說 所以這裡的nlml 你剛好有三個量子數是不是剛好對應到你是三維的空間 那你這樣亂猜是正確的 他確實就是三維空間來的 那n的話呢 它的值是從 1 2 3 4 提醒一下喔 n的話是主量子數 那 拿來 label這些stationary state的東西 那它本身其實對應到一些量是不會動的 所以我們把那些東西叫quantum number 好不好 就量子數 所以這是主量子數 那 l的話呢 寫下來之後還蠻有趣的 它就是 0 1 2 注意一下開頭不一樣 l是從0開始的 然後到什麼呢 到n-1 然後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ml 這等於多少 ml的話呢 是從0 正負1 正負2 到正負l ok and it turns out 後面的這兩個quantum number 其實是什麼 是 是 related to angular momentum 那你自己呢其實真的要回去可能要稍稍自己試一下 比如說我如果今天就是去去check 去check a little bit 如果我今天去看n等於2的state的話 你從這樣的一個簡單的rule就可以知道 因為n等於2 所以l可以等於多少 等於0 l也可以怎樣 等於1 可是l不能等於2 對不對 那l等於0的話 ml可以等於什麼 那l等於1的話 ml可以等於什麼 那所以這個總共有一個state 這個總共有三個state 你把它全部加在一起之後 1加3是等於對嗎 剛好就等於2的平方 好 and try to amuse yourself 這樣算完之後 每一個主量子數剛好都有n平方的什麼 剛好都有n平方的state 那你在這當然就開始學到有趣的事情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每個主量子數如果都有n平方的state 那這些max number 應該對應到是什麼 1 再來是什麼 4 再來是什麼 9 再來是什麼 16 然後這 錯誤的答案 所以很顯然呢 嗯 主量子數 不是我們要找的 就它不是 它不是引起 periodic table 它不是引起周期表那個周期的什麼 的 的指標 這樣 那它為什麼叫主量子數呢 那它叫主量子數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原因 你把這個東西解出來之後 每一個 stationary state 每一個穩態 它當然都有能量 那因為反正我都沒有告訴你怎麼解了 所以你當然也不知道每一個穩碳能量到底要怎麼算 那 But amazingly enough When you try to compute energy of the stationary state 很神奇的是 這個答案呢 這個 energy in principle should depend on n m and l and ml right 它應該跟所有的量子數都有關 可是它出來就是 -13.61v 除上 n 平方 所以在這裡應該就 樂外了 好這張布偶應該樂外了 所以這個是 就是 exactly the same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Boris model 那你會發現成功僅止於此這樣 所以我們解出來之後 這是第一個 surprise 就是你去解這些所有穩碳的能量 它其實事實上應該跟nl 跟ml都有關係 in general 對不對 因為你需要三個quantum number 才可以label一個station and state 那就好像說 你需要一些特性才能label你 譬如說 年紀好了 性別跟什麼 身高好了 那in principle 你的人生的狀態應該跟這些都有關係 在正常狀態下 然後你後來發現說 如果以這個來講的話 你就會發現 都沒有關係這樣 就一個人快不快樂指跟什麼 譬如說指跟 他是男生和女生有關這樣 男生就一個快樂指數 女生就一個快樂指數 世界有這麼單純就好了 可是在氫原子裡面 它就是這麼單純 那因為 能量指跟n有關 所以它被叫做principle quantum number 那在這裡當然開始就會很好奇啊 就是這實在是太神奇了 為什麼 那其他的兩個quantum number 到底是怎麼來的 然後是長這樣 那很抱歉喔 這個真的很難 這個是 Angelo Robinson的 growth theory structure 最後出來會長這個樣的 那你人生如果最後 學會的話 應該是蠻愉快的一件事情 可是它真的 我沒有辦法再普悟 講給大家聽 可是我可以給大家一些motivation 就是說 為什麼轉動好好的轉 轉到最後之後會怎樣 會出現量子化的現象 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去學氫原子 發現 因為在三圍的空間 所以有三個量子數 那一個是主量子數 看起來好像跟波爾氫原子模型一樣 你待會會看到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們待會會特別去看一下 波爾氫原子的 我們會特別去看一下 氫原子的ground state 你就會發現它 它長得圓滾滾的 就它像一顆彈珠 不是像波爾氫原子裡面講的 像什麼 像pancake 那pancake is not the same as a ball 所以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就是另外兩個量子數 angle momentum 它為什麼會這樣跑出來 然後 如果是真的去考慮一個轉動的時候呢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好不好 那為了讓大家 稍稍可以跟上 所以我們現在先考慮一下 沿著 某一個軸的轉動 ok so it's basically rotation around affixed axis 那即使是這樣 其實都不是這麼容易喔 你們過去其實在學 整個dynamics的時候有學過 一維的運動跟一維的轉動 其實它們之間有很多很多 異曲同工之妙 那對於一維的運動 我們說 1d translational motion 我們知道 其實它有個prainweight solution 對不對 prainweight solution phix的話 事實上是等於 eipx 除上h-bar right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猜想 如果今天 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1d的rotation 是一個1drotation的話 你就可以猜一下啊 你可以猜一下phix等於什麼 全部要超過去就好了 所以呢 它就等於eip的地方 就用什麼代表呢 就腳動量 lz 然後原來事實上是位移 就把它當成什麼 腳位移 然後h-bar應該不會變 所以它長這樣 所以呢 你就在不需要學任何 詢論的狀況底下 你就可以猜想 一個東西如果沿著一個軸怎樣 快樂的自己就是 自由自在的轉 你要記得一件事 一個東西 沿著一個軸 自由自在的轉 並不是什麼 並不是free particle free rotation is actually not free 它是什麼 它有加速度的 而且加速度它一直在變 這是為什麼 rotation一般來講 比motion來的難 可是你經過最後計算之後 發現解答還滿簡單的 就是最後出來 事實上是什麼 它其實事實上 就跟eip的prime wave 非常非常的像 它就是位移 然後再乘上相對應的動量 然後除上h-bar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底下 我們來看一下lz 它可以長什麼樣 那在英文的時候 我們在講prime wave solution的時候 我們有規定p 是多大多小嗎 答案是沒有對不對 可是轉動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轉up拍就怎樣 就回來了 所以在數學上的話呢 你可以說 因為x是noncompact θ的話 事實上是什麼 是compact compact的意思就是 它的 事實上只在一個區間 就是 0跟2pi之間這樣 在轉動而已 所以我們會期待說 如果你今天轉轉轉轉 轉的是什麼 轉2pi的話 它其實應該怎樣 它其實應該回到原來 自己 不然的話 就變很奇怪 我今天如果就說 它在這微方圈多少 你還問說 請問你是問30度 還是30度加200圈 我怎麼知道 你要加200圈也可以 你要加2000圈也可以 我怎麼知道 我就說在這裡 它有個角度 你怎麼知道 那個角度轉了幾圈 所以你事實上 如果你的微方圈 是很正常的時候呢 你會期待它應該滿足 這樣的一個特性 對不對 好 那如果滿足這樣的一個特性 我們就把它帶進來 那你就會發現 它其實應該是什麼 Ei 就把它帶進來 Lz θ加上2pi 除上h bar 就要等於 Ei Lz θ 除上h bar 那這是非常非常簡單的計算 這個face就消掉了 所以你會得到 exponential exponential i 2pi Lz 除上h bar 非常漂亮的結果 然後這個要等於1 可是我們都知道 如果exponential i2pi 什麼東西要等於1的話 那因為這個東西是等於什麼 這東西事實上是等於cos 2pi Lz 除上h bar 加上 i sin 2pi Lz 除上h bar 這個要等於1 加上 i 乘上0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猜得出來 Lz 除上h bar 一定要是什麼 cos 什麼時候會等於1 就是2mpi的時候 對不對 那 sin 什麼時候會等於0 mpi 就可以了 那當然2mpi 也怎樣 也可以 所以你最後得出來這個 非常重要而大名鼎鼎的結果 就是你的angular momentum 應該等於 某一個m在乘上h bar 那這個m的話呢 就是0 正負1 正負2 點點點點點 都可以 so you can see this very beautiful quantization of angle momentum in z 非常的漂亮 就這麼簡單喔 所以你就猜一下這個v function 非常的合理 然後最後呢 去把答案算出來 然後 你一旦想到這件事情之後 你就會突然想到 這個很熟悉啊 對不對 這個為什麼很熟悉呢 你就去想一下 我們在算 infinite potential way的時候 不是最後能量是什麼 是quantize 能量是quantize 原因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momentum是什麼 是quantize 然後你仔細想一下 momentum為什麼是quantize 因為它微方圈在0跟L的地方都怎樣 都被掐死變成0 所以你在這可能就會突然想到 這些quantization 事實上都是什麼 都是boundary condition來的 那你會這樣想的話 我就沒有白教你了 就非常的正確 所以事實上呢 是因為一個particle 被confine在一個什麼 被局限在一個 finite length L裡面 所以它的momentum最後被quantize 所以它的能量相對應就被quantize 在這的話呢 θ角 angles OK θ角 by definition is always confined right 你就是轉二拍啊 它一定會回來 你不高興你把二拍當成360度 沒有關係它轉360度它還回來啊 你就說沒有我覺得把它弄成什麼 弄成很大 沒有關係啊 它再大它還是會回來啊 它不是無限大 所以主要是因為角度是有限的 它會轉回來 就因為這件事 結果角動量就怎樣 就是quantize 所以你就得到一個非常漂亮的結果 是一個東西如果沿著Z軸 自由的轉動 那它Z軸上面的角動量是什麼 0的話對應到是什麼 不轉 正負h bar 就是 逆時針轉 順時針轉 然後正二就是兩倍 的 順時針 順時針跟逆時針轉 都這樣一直下去 你就突然發現 轉動不是你隨便愛怎麼轉 就怎麼轉的 那你當然會覺得說 那是太簡單了 所以現在就怎樣 你就會算角動量了 因為角動量是什麼 三圍的角動量 三圍的角動量 3D Rotations L的話呢 事實上是等於Lx Ly Lz 這還不簡單 那既然那算財師長這樣 所以這是什麼 這應該就是 Nx Ny Nz 然後再乘上h bar 對不對 因為Lz是某一個 整數乘上h bar 那Ly應該也是 Lx也是 那我是很樂意跟大家講說 如果這個是的話 那當然我們的週期表會怎樣 我們週期表就會完全改變 就不會長我們現在週期表的樣子 那因為我們週期表長這個樣子 所以他很想這是錯了 那這是錯的原因就是我剛才呢 試著讓大家不要那麼confused 結果好像demo結果是讓大家很confused 所以呢 下次我不再做了 每次在課堂上做之後 都會產生兩個效應 第一個效應是 學員看不懂 他只是給我做錯了 那第二個效應是 我有時候還真的做錯了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好 所以呢 回家自己做 回家自己轉眼看 那你就可以說服你自己 沿著X走轉 跟沿著Y走轉 跟沿著Z走轉 這三個動作有沒有 是不能夠互相交換順序的 那只要是不能互相交換順序的 他就告訴你什麼事 他就告訴你說 我今天先轉 先沿著X走轉 再對著Y走轉 跟我今天先對著Y走轉 再對著X走轉 兩個相減呢 這個字上是不等於0的 那因為這些動作本身呢 就是跟order有關係 所以他告訴你說 LX、LY、LZ之間 他們滿足什麼 滿足uncertainty principle 所以他就變得很變態 在三維的rotation底下 如果今天 我的LZ 是quantize 意思譬如說 它就是某一個特定值 就是完全知道的話 那很不幸的是 它的LX、LY就怎樣 就不知道 OK 所以我再講一次喔 因為轉動 沿著三個走轉 本身的 跟順序有關 所以在量子力學裡面 他告訴你一件事情 就是一個角動量 是一個向量 它是一個向量 可是它三個component 沒有辦法怎樣 沒有辦法同時被量準 那你當然就會很毛 你會覺得說 怎麼會有這樣的 就我給你一個向量 然後就說 Z component譬如說是1 譬如說是H bar 那我就問說 那X跟Y Component 他都不知道 不是很清楚 這什麼意思啊 那 可是好玩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雖然 X Component不知道 Y Component不知道 可是最後 如果你問一個 稍微距離來的人說 那這個向量的強度是多少 他知道耶 OK 所以 角動量在量子力學裡面 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向量 希望你以後 有機會會學到 那我們在這邊 只把他奇怪的行為 跟大家介紹一下 所以我們不解釋 他為什麼 他是怎麼樣變成這麼奇怪的 所以如果今天 你想要去描述一個角動量的時候 然後 就是你有一個角動量 它其實事實上是LX LY LZ 在數學上面 你發現 它有兩個東西可以同時被量準 第一個是它的長度 OK 那這個長度 turns out 它的長度也很詭絕 它是 某一個整數 乘上整數 加1 再開根號 然後乘上H bar 然後這個L的話 就是從0 1 2 這樣一直上去 所以這是Angle Momentum的長度 那還有一個是什麼 還有一個就是 它的某一個component 我再強調一次喔 如果今天 LX LY LZ 三個component都可以被量到的話 那你把三個component的平方 加起來 再開根號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長度了嘛 對不對 那可是 在角動量裡面 好玩的一件事情是 它的長度本身還是什麼 還是可以直接被量的出來 可是接著呢 就是 還有一個component 可以被量出來 那是哪一個component 就看你習慣 你如果喜歡 比如說 人生特別喜歡X軸 那你就選LX 那你就會發現 你算出來的東西 跟大部分人 就不太能夠溝通 所以我們目前大部分的 one component 是選什麼 是選LZ 所以LZ的話呢 就等於 ML 再乘上H bar 那因為它其實事實上 是Angle Momentum Component 所以它不會比L來的大 所以ML的話呢 就等於0 正負1 一直到正負L 那我們如果今天 舉L等於2的 這樣一個變態的 Angle Momentum來做例子的話 你會發現很好玩 這個是Z軸 那你把它畫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 它其實事實上 你會仔細去看一下的話 它最大的 Z component 是多少 其實事實上是 2H bar 對不對 下面這個的話 是1H bar 這是0 然後再來的話 是負H bar 再來是負2H bar 可是事實上它的長度是多少 它的長度其實是什麼 它的長度 就是這一個的長度 事實上是等於 根號2乘3 再乘上H bar 所以它其實事實上是 根號6H bar 它其實事實上是大於什麼 大於2H bar 這告訴你什麼事 這告訴你 不知道為了什麼奇怪的原因這樣 這角動量本身喔 如果你真的把它當成一個 向量的時候 它的長度呢 是 根號6H bar 可是它就是沒有辦法這樣 直接靠在某個軸上 你們猜猜看為什麼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 一直很困惑很多同學這樣 可是事實上這件事情 沒有這麼難 所以我再講一次喔 假設你現在有個 根號6H bar 這樣一個向量 然後你今天就是很奇怪 就是因為沿著Z軸 還要quantize 所以你最後出來是 0H bar 2H bar 負H bar負H bar 那你把它弄完之後 就覺得這個超合理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今天這個東西喔 可以怎樣 可以直接就在Z軸上面的話 請問一下LX是多少 LY是多少 那你不就同時量準的三個東西了嗎 所以我們不是之前在證明說 你不能同時量準的三個東西嗎 所以它不可能發生這件事情 所以它就有一個 非常圖像式的一個 巧妙的方法 告訴你什麼事 譬如說如果你今天有一個 L等於2 ML也等於2的State的話 這一個角動量 它像是什麼樣子 它其實就像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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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度是一樣的 就跟粉筆的長度一樣 可是不是很確定 LX跟L1在哪裡 可是它的Z component都是多少 都是一樣 都是2H bar 所以它就是小小的傾一個角 那請切記 有些書會把它畫成這樣 這不是隨機的 誰跟你講它一定要這樣 就是這是一種可能性 讓LX跟LY怎樣 平均起來是0 可是事實上 真的在角動量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你隨便去量它有沒有 它不是這樣繞的 它其實就是很好玩 它就是維持跟Z只有一個角度這樣 那量出來是完全Random 那你把它平均在一起之後 LX的平均值是0 LY的平均值也是0這樣 OK 好 那所以這個就是這一個怪怪的角動量 那最後的話我們就講 很單純的一件事情就好了 所以你從這個圖示法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ML 事實上最後只會它正負L 因為它是角動量的什麼 投影 那所以它其實比它小 那L一般上來講就是0 1 2 3 它其實事實上角動量的大小 就是告訴你可以轉多快 那主量子數呢就是什麼 所以一般上來講 這是沒有上下線 可是在氫原子裡面 在hydrogen atom裡面 你對於一個主量子數是N的話 它最高就只能轉到N-1 所以不要忘記了 這是氫原子裡面的特性 並不是角動量的特性 所以在這邊希望就是說 從這裡 你對於氫原子裡面 三個重要的量子數 就有一定的了解 好不好 所以就是主量子數決定了什麼 決定的能量 那剩下的L跟ML 事實上是有什麼 是有轉動的 這一個運動來的 所以它事實上 相對應到的是角動量的大小 跟角動量在Z component上面的投影這樣 OK 好 那我們暫時上到這邊 下課謝謝